省政府的糊涂过错最后要老百姓来承担 在加拿大5万买下法拍房60万装修转卖 发现房子竟不是自己的法拍房故事多 但这对夫妇购买法拍房的经历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小伙伴们知道 加拿大现在房价很高 一些负担不起高房价的购房者 会转而关注一些法拍房forclosure 法拍房一般价格都很低廉 有的房屋状况很糟糕 但也有状况还算可以的房子 偶尔也可以低价简陋逃到宝 加拿大新斯科社省的一对夫妇 在前年就以参与竞拍法拍房的形式 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一套海景别墅 这对夫妇Eon和Lona Tenniswood 居住在新斯科社省的Annapolis Valley 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一家四口人 2021年的时候 夫妇以5美元万加币的低价 拍下了一套属于历史遗迹类的法拍房 房子房龄很老 又旧又破 十多年都没人居住 基本算是被人遗弃的房子 门窗都被板子定了起来 小孩们坐腰时还经常打破窗户翻进屋里 当地居民经常开玩笑称 这是一套Hunted House鬼屋 不过Tenniswood夫妇却完全不在乎这些 并且认为这套房子的地理位置很好 是一套值得投资可以小赚大的房子 房子位于Hempton区的海边 正对着无敌的Fund1海景 前院还有一座白色灯塔可灯塔眺望海景 地理位置上算是千里挑一 夫妇俩都认为 能以5万加币买下这套房子很值 就算是不要这套房子 光是这块靠海的地价 能买到都是很划算的 于是 夫妇俩从新思科社省政府拍卖会上 兴高采烈买下了这套房子 两人的计划是买下来后先翻新 该替换的替换 该修补的修补 最后再从里到外都装修一遍 将其打造成一套有无敌海景的精致古典历史遗迹别墅 那就值钱了 本来Tennis World最开始的装修预算是25美元万 这样再加上竞拍的钱 总投入30美元万加币 等装修好再转手卖 应该能卖上100万加币 不过装修过程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房子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导致预算严重超支 最后夫妇俩一共砸进去60美元万加币 花了一年时间才全部搞定 为了凑钱做完装修 夫妇俩甚至将之前自己住的那套房子也卖了 等到2022年7月份 总算是将房子整得像不像样了 而刚好那时候新思科社的房市很火爆 两人认为到了该收网赚取回报的时候了 于是满心期望将房子挂牌上市 期待这笔投资能拿到丰厚的回报 哪知房子挂上市后不到两周的时间 就收到了新思科社省政府一个晴天霹雳的通知 称这套房子现在被禁止上市交易了 原因 省政府称是因为房子的前任房主提起了诉讼 认为新思科社省政府在没有通知原房主的情况下 就将房子拍卖属于违规行为 要求房子物归原主 这消息就如同一枚炸弹 把夫妇震得彻底猛了 满心期望也被炸得粉碎 啥玩意儿 自己辛辛苦苦装修完的房子居然要给别人 这套房子的原房主 名叫Madi Matten下图 是一位搞艺术的创作人士 目前在纽约居住 之前Mattten常年欠政府地税没缴纳 累积下很多政府的债务 于是省政府就直接将房子收走抵债了 但在将房子进行拍卖之前 却没有通知Mattten 等到2022年7月份 这套房子又挂牌上市后 原房主Mattten才得知自己房子被政府卖了 于是聘请俄律师起诉政府 认为省政府在没有通知自己的情况下 就将房子拍卖了 这不合法 而法官也站到了Mattten这边 裁定省政府属于违规操作 要求将房子勿归远主 但这样一纸裁定 就让新房主Tennis Wood夫妇傻了眼 我花60美元万外加辛辛苦苦做装修一整年 最后房子居然还不是我自己的 请不吝点赞